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国民党支持者群组近日突然疯传一封署名为台湾阿明的郭台铭公开信 该信呼吁选民将票投给国民党的侯康佩 然而 郭台铭的好友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之下午表示 信件是他经手的 并以郭的老友身份代表郭发生 对于这封信 郭台铭办公室保持低调 仅表示不回应 该信件于11日上午广泛流传于国民党支持者的群组中 其内容肯切请求选民集中投票给侯康佩 信件已经公开后 即遭到郭台铭办公室的否认 有消息指出 该信件是由薛明志与好友共同撰写的草稿 薛明志于今日下午在嘉义市T立委候选人张秀华站台时坦诚 这封信是他与好友共同写下的 他认为这些话是郭台铭想说的 因此代为表达 此事件引起了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黄国昌的关注 他在脸书上发文指控 散布该公开信的是国民党 并要求国民党出面澄清 黄国昌指出 由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日报社公然散布 惊叠造的郭台铭公开信 恶意传播不实讯息 他认为此行为已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九试条 并表示民众党已向台北的检署正式提出告发 要求立即侦办此选举傲部 针对此事件 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陈嘉宜强调 该信件并非由郭伴发布 另一名发言人黄世修则严肃表示 宣明志先生所作所为皆属于凭空捏造 绝非事实将保留一切法律诉讼权利 并在选后采取行动 以正式听 这封公开信在选前48小时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议 不仅展现了台湾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也反映出选前政治操作的敏感性 在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 这封公开信成为了政治争议的焦点 凸显了台湾政治圈内的权力游戏和信息战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于2024年1月9日再次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出呼吁 随着台湾总统大选仅剩下三至四天 即将于1月12日举行 赵绍康强烈希望郭台铭能够公开表态 他表示你到底要做英雄 做萧雄 做狗熊 就在这几天 历史会给你定位 据媒体报道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于1月8日晚间在台南举行演讲时 郭台铭的后援会老虎军团团长现身 并公开呼吁郭台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柯文哲 赵绍康于1月9日上午访问 新北市新庄区安德烈食物银行 期间接受媒体联访 他表示 目前已有熟人在中间进行联系 但最终还是需要郭台铭本人来做出决定 赵绍康强调 虽然郭台铭拥有众多后援会 但这些后援会到底能否代表郭台铭本人的意见 仍存在疑问 赵绍康重申 选举仅剩下三至四天 郭台铭应当亲自出面表态 他说 郭台铭还是自己出来吧 你到底要做英雄 做萧雄 做狗熊 就在这几天 历史会给你定位 此外 赵绍康对于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宣布表示回应 卢秀燕曾说若侯友宜当选 他不会接任格魁或进入内阁 赵绍康提到 他与侯友宜都已讨论过 若当选 将邀请柯文哲与郭台铭共同讨论内阁人士 包括行政院政府院长的职位 关于健保典职政策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曾提出改革健保制度 目标为1.1元 对此 赵绍康回应称 支持好的政策主张 并批评为福部公务员四维僵化 他指出 赖清德已担任两年行政院长和四年副总统 却在选举临近时才提出与一届讨论此议题 对于台大一师施景中对其政见的质疑 赵绍康强调 他曾任环保署政务官 对于实现政策有信心 坚称1.1元政见将会逐步实现 随着台湾总统大选的临近 政治人物之间的互动与表态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赵绍康对郭台铭的呼吁 不仅反映了选前政治局势的紧张 也凸显了政治领袖对历史定位的关注 同时 健保点制政策的讨论亦显示出选举期间 对于公共政策的关注与辩论 此次大选 无疑将是台湾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